報導五月館的消息 今天帶著行政院跟民進黨的立委 來調查協議 討論五月館 民進黨的這個董團 立法院的總調這個國見面會 後表示 說行政院已經接受 國界的意見 在會中來定調 說這個五月館 專民不必出一千塊 應該在十月車會發佈 另外這個國民黨的立委 今天要去行政院外面控制 要求發行金 因為這時候行政院跟民進黨立委 討論五百館的會議等於進行 國民黨沒有受到要洽 很不滿 批評是美食協商 現在正在密室協商 蘇院長只願意跟執政黨的委員對話 我不曉得他們是派系在對話 還是真的在接受人民的聲音 人民的意見 發行金最實在 發行金比較實在 最直接 人民的聲音就是這麼簡單 行政院護備出典 何佩山隨出名跟國民黨立委溝通 他表示會由婚姻中 省榮金跟他們回眠 再度因緩拿位不滿 這是人民的行政院還是民進黨的行政院 為載去高點開始進行的會議 進行差不多兩點 前 總條國民立委羅智政 頂人跟走出來會議式 國民專屬今天會議 主要以交流意見為主 總共有四十五位民進黨立委參加 有三十萬人論流發言 今天也接受各方意見 確定作出改變 今天所有的發言當然對於我們今天接受各方的意見以後 所做到這樣的改變 這個是確定的 當然有些團成員也提出一些問題 包括這個小額啊 時間多久啊 數位建的使用了什麼時候啊 包括很細的問題都幾乎討論 經過專屬索金床在會中定調 五百元專民不必出一千塊 具體進行五百元 當時發放過幾名頭 差不多二十個車 因為有可留到疫苗的好改率 當時也有機會 以所謂感到的方式 來照顧攝點家還有攝達上 記者綜合報道 一趟